各位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带您品尝几家 超人气的台湾小吃 首先来到台中 在台中想要品尝传统美食 绝对不能错过台中第二市场 特别是这家肉燥饭专卖店 招牌的梅花肉饭 一次能够品尝到肉燥 还有梅花肉两种的口感 梅花肉卤到软嫩不柴 肉燥更是充满了油葱的香味 非常下饭 另外还有他们古早味的肉丸仔饭 肉丸的口感非常的弹嫩 有浓郁的葱香 虽然店面隐身在传统市场里头 但是因为口味好 还曾经荣获经济部五星名摊 还有台湾卤肉饭节 特色店家的殊荣 47号外带 你们都在吗 我们每次来这边都是大牌小罗 他们好像有得到经济部 一个认可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还蛮多人 很透明的来的 每到用餐时间 隐身在台中第二市场的肉燥饭名店 总吸引国内外掏客前来尝鲜 我是香港来的 那你是说他们这家店 肉排多久才能吃吗 我都应该要二十三十分钟吧 可能 大家等待的就是这碗咸香下饭的招牌肉燥饭 还有高人气梅花肉饭 口味好还荣获经济部 乐活名摊五星殊荣 以及台湾卤肉饭节 特色店家两项肯定 连台中人都为此感到骄傲 梅花肉片卤得很暖嫩 即使那个八十岁的老人 来吃还是牙口咬得下的 这家是我第二市场列入第一名的名店 能被韬客列入心目中美食口袋名单 这梅花肉饭肯定很有两把刷子 所用的鲜猪肉是老板郑树山 每天亲自挑选 我们梅花肉是 梅花就是猪的上肩甲肉的部位 那它那个部位它的肉 只有一只猪只有两条 那我们只有取前段 那后段我们不用因为后段太瘦了 为了追求极致口感 选材用料就得有坚持 这卤梅花肉得整块放入肉燥酱汁里 慢慢的卤到入味才会鲜香 我们丢到肉燥里面 其实就是用油焖的一个方式 里面的那个肉汁锁住 外面都是油 你用油卤的一个原理 那锁住的外面 里面是嫩的 知脱未美的卤梅花肉 经过小火慢卤 再以利刃一刀刀切下 卤肉香气随着刀起刀落 飘散开来 客人大力推荐的梅花肉饭 肉燥加上卤梅花肉 气味鲜上加鲜 鲜肉吃来软嫩为咸 虽然是酒卤却不油腻 搭费白饭吃来 让人忍不住开始爬饭 软嫩度是中央这样子 然后它上面还有一层 就是一点点油花这样子 对 所以吃起来 其实不会很干这样子 会咸度吗 我觉得不会太咸 对啊 而且如果不够咸的话 就是旁边还有佐料 可以自己夹这样子 另外国内外顾客 一致盛赞的招牌肉燥饭 肉燥卤的油润鲜香 虽然瘦肉居多 但常来却不干涩 保有油葱香味 吃来微咸很下饭 而这股好味道 也得到不少在地人肯定 我们是台中人 在这边吃也吃很久了 那像这里周遭的人 都知道这一间特别好吃 那至于肉燥 别人的肉燥 有时候会涩涩的 他们的肉燥 感觉上比较 好像比较Q 郑树山在餐台前 努力打拼 手中的美好滋味 是他向母亲学来的料理 会在市场卖小吃 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 二十多年前 我先生刚好从外商公司退学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小孩子还在学中高中 也是要教学位 我想说 我喜欢我的工作 因为我自从小的妈妈在一起 妈妈煮了一首好手艺 我想说我就利用那首好手艺 来跟客人交易 这样子 其实我以前是学平面设计的 那后来因为我妈妈开始做这个 创业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起初她是自己 可是后来我看到她 早上那么早出去买菜太富贺了 没有人帮她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我应该 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女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回来协助她 不舍母亲辛劳 郑树山担负起传承家族味道的使命 阿嬷流传下来的 所用的鲜猪肉 坚持只用肥瘦比例 恰到好处的 后腿肉中间的一条叫鲤鸡肉 那俗称叫鸟鸡肉 那一块肉最软嫩 那肥瘦的比例大概就是肥的应该比较少 那瘦肉比较多 因为那个肥肉只是要润滑 让那个 因为全瘦的东西吃起来会很柴 即便它那个肉的部位是软嫩的 那吃起来不够滑口 郑树山说这碗肉娃娜奔用料简单 却充满着小时候回忆 因为有时候小孩下课回来了 那阿嬷说肚子饿了嘛 桌上有肉丸子 就淋那个汤汁 然后就可以配饭 因为很下饭啊 虽然阿嬷已经离开了 但手中这碗饭 却依旧很有阿嬷的味道 麦娃娃娃奔放入肉燥和肉丸 气味鲜香迷人 卤肉丸一口咬下 吃来鲜嫩 充满香葱气味 越嚼肉汁在嘴里化开 让人是夹生香 有吃到油葱的香 然后它肉圆里面其实也有夹葱 也是蛮特别的 在想象可能吃到的都是夹瓜子 它就是也里面有蛮多肉汁 对然后就很可口 许多客人来到这里边吃饭 都会搭配一碗招牌综合汤 里头放入馄饨 鱼丸 菜头和鸡卷 炸到金黄的鸡卷浸泡汤汁 吃来油润有着香葱和鲜肉滋味 配上一口温热的柴鱼高汤 让人感到满足 有那个蔥啊 肉啊 香气十足啊 就是很好吃 郑树山在厨房里埋头苦干 每天现做的丘楼菜 虽然制成繁复 耗食又耗体力 但最终获得不少肯定 她说能够传承老味道 其实就是一种幸福 现在的人其实要吃到很传统 阿嬷年代的味道大概很少 现在年轻人如果你有机会 你的阿嬷还在 阿嬷会手艺 阿嬷会做什么东西 你最好呢 找个时间去跟她学学 不是叫你学来做生意 至少你要学习 把阿嬷那个口味留着 学会了以后你自己会做 那将来那是你买不到的 一个回忆 珍惜家传味道 郑树山以认真态度 用心守护记忆中的好味道 期盼顾客都能品尝 这难忘的古早味 接下来带您来到台北宁夏夜市 这是好多外国游客来台湾 指明一定要造访的夜市 这里有一家鹅阿珍 他们连续两年获得了 米其林餐盘的肯定 招牌的鹅阿珍 每天从台南七股新鲜 直送熊齐的鹅阿 或者地瓜粉浆 还有土鸡蛋小白菜 煎到了恰恰 里头每一颗鹅阿 都是又大又肥 连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喜欢 就算是下雨天 海市交不息 名下夜市的人潮 油锅里翻腾的炸玉丸 燃起熊熊火焰的烤玉米 不论是炸的烤的还是冰品 逛夜市就像是在寻宝 其中这家鹅阿珍 可是好多人的口袋名单 每到了用餐时间 就排起长长的队伍 我只吃这家 我觉得就是新鲜 而且品质稳定嘛 对 然后真的很大壳 超肥的 鲜嫩的鹅阿 在铁板上 直直作响 自意的挥洒 地瓜粉调制的粉浆 宛如一幅泼墨化 创作者是他 赖炳薰 麦鹅阿珍賣了五十年 即便年过七十 依旧坚守岗位 我把煎鹅阿珍的这个工作 我是当做我的兴趣 它不是我的职业 它是我的职业 它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每天非常开心 麦炳薰做生意 手中稳定的品质 不愿被大盆商 灌水剥削 十五年前 他亲自到台南七谷 和当地的鹅阿养殖商 签约契作 鹅阿每天都从七谷 新鲜直送 八个小时他在晒太阳 八个小时他在吃海水 八个小时他又晒太阳 他那个肉比较扎实 比较硬 比较硬 现在前置的大小事 都交给儿子 赖崇明 清洗鹅阿 水质得特别注意 你不要用淡水太多了 它里面的鲜度 多多少少才会减少 当然有一点点小壳 让我们在清洗的时候 这当中就会把它过滤掉 鹅阿珍的灵魂酱汁 用味噌 辣椒酱当作基底 回想当年 这酱汁的黄金比例 可是经过不断的调整 客人问 老板你吃什么 比较厚一点 这比较厚一点 比较好 我们再稍微微调一下 用三秒的时间去把口味定了 在嘉义土生土长的赖炳薰 退伍后 接手了哥哥在台北开的 鹅阿珍摊 一节就是半个世纪 一路从路边摊开到了店面 环境 空间变了 制作鹅阿珍的精神不曾改变 我在煎鹅阿珍的时候 两个半小时 除了喝水以外 我就不讲一句话 只有打一个招呼 稍微微笑 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要很用心 很专心 很认真去 因为这是 对我来讲 这是我的专业 全心投入 发挥所长 这样的用心也展现在食材上 选用台湾的土鸡蛋 西螺蔬菜专业区的小白菜 我们的食材来有 都可以受临 而且非常的安全 淋上自己调配的酱汁 香酥微焦的鹅阿菲 就能新鲜上桌 从表面就能看到 大颗饱满的鹅阿 粉皮融合蛋香 口感滑嫩带有Q度 里头的鹅阿 可可清甜又鲜美 每一口都豪满足 它的鹅阿还蛮新鲜的 它用简单的料理 却没有很大的腥味 代表鹅阿的品质 要有一定的程度 滚一下的话就马上拿起来 那个不能滚太久 因为你要保留它里面的那个原味 保留它里面的鲜甜 淋上了蒜酱 还有自制的酱汁 蒜味干磕 最能尝出鹅阿的鲜度 肉质肥嫩的鹅阿 鱼入口洋溢着酸香 后运还保有大海的咸味